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明于世 当时人们都赞称它为小米 米友人的书法和绘画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尤其擅长行书和山水 他非常喜爱古人的作品 可以说是到了爱之如命的痴迷的地步 有一次他和朋友在出游的时候 在别的游客手里看到了王羲之的针笔字帖 喜出望外 当场拿出一幅好画和人家去交换 那人不同意 他急得哇哇大叫 跳上船帮耍赖的喊着 你要是不和我换 我就在你面前跳河 幸亏有人死命地抱住了他 才没掉到河里去 米友人很善于模仿古人的书画 并且是非常逼真 很少有人能鉴别出来 他用这个办法获得许多真迹古画 他在淋水的时候 曾经向好友借来一幅松牛图临摹 但是后来他把蒸汽留下了 把自己的仿造品还给了人家 好友当时也没有看出来 拿着就走了 过了好多日子 好友才来讨要真本 米友人问他怎么看得出来 那人回答说 我的真本 牛的眼睛里面有木桶的影子 而你还我的这一幅却没有 可见他的模仿能力之高了 因为很少有人能看出他的模仿 所以他经常千方百计的 向人借来自己喜欢的古迹名画描摹 而描摹以后 他总是会拿出自己的和真本一起出来 请主人自己选择 好多人根本看不出真假 总是会拿着他的假书画回家 由于他模仿古画的记忆很精 让人很难分出真伪 朋友总会带走假的 而把真品拱手让给米友人了 米友人得了许多名贵的真本古画 但是人们都知道了 但是人们都知道了他的为人 再也没有人敢将古书画给他临摹了 米友人这种欺骗别人 获取名字画的手法 被人们称为巧取豪夺 中华成语小课堂 乔取豪夺 正读乔取豪夺 示意表示用欺诈手段骗取 靠强力手段夺取 出处送周辉清播杂志 用法举例 做人一定要讲究诚信的 不能做巧取豪夺的事 制作人练和博物